负面形象再添一桩 民事新闻小主带展坤台中报道 为了马政府再度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消息会跟主妇联盟所发起的反美牛公投联署 持续的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呢主妇联盟今天爆料说 调查局从四月份开始 就不断的以打电话或者是亲自登门拜访的方式 要求调阅相关资料 主妇联盟觉得非常的恐惧 也痛骂调查局 简直让台湾回到白色恐怖时代了 抗议政府干预美牛公投 反对调查局 假民调正名 跑到法务部门前呛瞎 主妇联盟和消息会通报调查局 竟然伸出了黑手 想要干预美国牛的公投联署 台中调查站的调查员 亲自来我们会里面一次 然后5月15号打了两次电话 他就问到说 那你们现在就是反美牛的联署书 那你们进行的状况怎么样 那你们数量怎么样 那我觉得已经很不舒服了 因为他又是拨打我的手机 来自台中的主妇联盟干部林淑 从4月开始就备受中区调查员的骚扰 更恐怖的是连手机里的通话记录都凭空消失了 那我就开始要确定他打电话来的日期 想要把他的确实的时间标示出来 可是当我一打开这个手机的时候 那个来电显示就不见了 当解除戒严的时候 其实调查局是有在跟我们做一些 怎么确定啊或者说跟踪啊 这么一个活动是经过中央选举委员会 审议通过 所以它是一个合法的活动 不应该造成善意民众的恐慌 主妇联盟站出来痛批 这像是回到了戒严时代 不过调查局赶紧回应说 没那么严重啦 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包括民生疫情跟政府是认缺失 其实也是我们工作的任务 他们会觉得这是白色恐怖耶 有什么恐怖吗 他觉得是受到受到 那我们表示歉意啊 原来打击犯罪的调查局 业务还涉及到替政府做民意调查 尽管被踢爆的第一时间 调查局已经下令停止对公投做调查 不过都已经无法抹灭美国牛公投 蒙上了一层被叮哨的阴影 明星完视频里泽明台北报道